三無禧 作詞・編曲 李寶雕 編曲 李寶雕 編曲 李寶雕 编曲 李寶雕 難來悲望周西東 看著浮視總是空 天也空来地也空 好 大家请跟我念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那么要师琉璃光如来 那么宝记如来 当愿众生 身体健康 长寿无病 心灵净化 得身善道 同身净土 圆成佛道 好 请放转 我讲 首先我们要生起一个很重要的叫立他的心 有人很爱念阿弥陀佛 但是他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忘了众生苦 只想说我要往生极乐世界 我现在头好痛 所以我念阿弥陀佛 那这样呢 就不符合大乘佛教 大乘佛教 不管你在做什么修行 都是为了众生 想到其他众生的苦 所以我做这个修行 所以各位一定要抓到这个重点 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在书行 有一个菩萨来说 师父我要出家 好啊 你为什么要出家 在这世间好苦 家庭好困扰 所以我要来出家 可不可以 不可以 我怎么不可以 因为动机不对 我说你可以去泰国出家 修解脱道 但是如果你的大乘佛教 观世音菩萨 什么叫出家 哎呀 师父 我看到这个世间很辛苦 很多人没了解何话 所以呢 我放下自己的 所有一切家庭事业 不为自己 我要来为众生出家 动机正确 那么你有一个正确的动机 然后你来读佛学院 你来修行 那就对了 如果只是为了个人 曾经有一次在大悲灵 有几个菩萨来 哦 师父你们这真正哦 刚才出家不错哦 我说就这样不错 每天全都找你 因为你出家 不是为众生 只是来享受这个 安静 宁静 快乐 没有干扰 那你就不是菩萨 所以希望各位 不管你在做什么事情 都是想到众生 这就是大幸福化的 所有的理论 叫做什么 新的方向 过去我们修行 新的方向是 为自己 我的身体 我的事业 我的孩子 我的后世人 要让他快乐 这个是相信因果 是不错的 这个叫做人天福报 但是呢 站在大幸福化 我自己的痛苦 所以我只想到 你看我现在悲痛 很辛苦的 老母人悲痛 知道孩子在悲痛 老母心里会疼 因为老母我疼 所以他就很不愿意 小孩子有一点点的生病 所以对老母来说 这是理他的心 但是他的方向 对孩子这样不够 那我们今天修大乘佛教 不管在做什么 都是当管众生 所以 我们今天要来奉心 各位今天中午要吃素心 下午 还有我们等一下做药师 焉供 做私食 点灯 目的为的是什么 就是希望世界众生 都长寿健康 然后有这个正确的动机 然后来打坐 念心经 那就功德就大了 不然呢 有时候很多菩萨 很认真的修行 但是他的动机 都是为自己 那就不行 就好像有人在说 哦 师父我破坏 我在念一朵 我看他死 看他不疼 我说你会越念越疼 因为呢 不是佛不加持你 而是你的动机不圆满 就是我们很疼 所以在想说 别人疼得很疼苦 所以呢 以外的疼得很疼 起了一个大悲心 为一世不疼的人 你会越念越疼 结果你就超越了你的病苦 这个动机很重要 所以不光各位读佛学院 出家 在家修行 做什么 都要生起一个绝对 都是为了别人立趟的动机 那可以 咱们有些人问我 我说师父 诶 有法师在吐饭呢 对还是不对 我说我们不知道 但是呢 这个法师吐饭 他所吐饭的钱 他要帮助欢迎 他要帮助众生 不是自己要赠自己家的贷款 这样对 动机 如果他吐饭 这个动机只是为自己 那功德会比较少 所以我想 我曾经认识一位法师 我已经打拼了吐饭 但是他从不为自己 他这个吐饭的钱 有时候我要出国去印度 我要去哪里 叔父这一钱把他帮助 我要做功德 哪里孤儿院 虽然他是吐饭 但是动机正确 菩萨 所以各位我想 事情你也不能够了解 从外表去看 最主要是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 就算说 今天旁边有一个吐饭 他给你骗钱 还是你要拿一百块给他 但是你的动机如果正确 也有功德 这个人 希望我保持一百块给他 给他发财 后来他都没缺钱 你的动机正确 你布施一百块 你有功德 至于对方是什么人 那没办法判断 但是你还是要强调 你的动机是什么 所以小朋友为什么要读书 因为我要普度众生 你为什么要读书 我将来要做总统 那你动机正确 错误 你为什么要读书 我要做医生 你看我们隔壁的医生 都开Benz的 所以我要做医生 虽然你说你要做医生 但是你只想要享受那种 做医生 探很多钱 那你这个动机错误了 刚才去我国中同学打电话给我 他说 哎呀 叫我的名 我们这一班同学 国中三年级 五十四个同学 有八个博士 四个医生 好几个是我电脑公司的总裁 我们七月三号集会 但是大家都说到你 为什么你怎么要出家呢 大家对你有一点奇怪 好奇 你能不能上部落格 写一写你的心路历程 我相信没呢 做博士 做医生 做电脑公司 总裁 移民海外 我当初在学校里面 我也是优秀者 你怎么会出家呢 很同情我 好在 现在还有一点知名度 有些还认为 不错 混要不错 那这一点就是这个问题了 人生的目的 做义生 做博士 做当初 但是呢 不懂得 解脱自己 或是利益众神 都是以知名度 以地位 来代表他的 这类的 狼蝶世界的信救 这是最大痛苦的地方 所以我想 各位来了解这个道理 从今天开始 如果你心里 转变一个方向 所有的生命的经验 品质都会改变 不要为自己 为众生 所以你要一直强迫自己的这个观念 现在上头在摇水 这样才会比较凉 所以我们希望水都变成甘露 统好稍等露好 比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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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来 我们趁着他们在撒水 念一个观音菩萨 那甘露咒 好不好 水都变甘露 不是为了我们人要凉 我们不能这样想 很热的嘛 所以都变甘露水 众生就凉了 臆鬼都嘴就不搭 辛苦都没火在烧 然后想着这个 念甘露咒 来 南无恨南 贪南 吞南 也也 南无恶利 保罗 这地 所无来的 菩提 沙 都无意 无恶 沙 无恶 无恶 价如 你 家 也 大慈祷 哦 嘟铃嘟铃 这嘟铃 说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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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铃嘟铃 这嘟铃 说哈 嘟铃嘟铃 这嘟铃 说哈 哦 嘟铃嘟铃 这嘟铃 这嘟铃 说哈 心心清涼 永離熱鬧 得大自在 好 請放著 喔 這樣 你藥甘露 你藥水 變有空調 不然有人說 快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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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變祖書 你露得好 沒關係 甘露祖 大家都喝就好 大家都很快都 就是 轉一個念頭 你今天拿藥要吃 拿藥要吃 當願眾生的甘露法藥 永離痛苦 你這樣吃藥是為眾生的吃 藥吃到那時候 當願眾生法藥入口 身心清涼 你不是為你自己 想要離開痛苦才吃藥 但是以自己的痛苦為源 為動機 想到其他眾生 那這就是修行 所以希望各位 在日常生活裡面 都是為這個在修行 那這樣呢 你就會得到很大的快樂 沒有困擾了 所以 現在要帶各位 念第四篇 健康重生之道 這樣我要健康 我要健康重生之道 這樣比較不公平 我要講這個 健康長壽之道 那這樣我就可以告訴全世界的人 如何得到健康長壽 讓眾生理康 這個很重要 所以來 我們一起念一下 希望各位以後嘴巴 都要學習給他們 功德力好不好 功德力 說有家人聽 說有家人聽 所以你現在就要開始練習 所以我會教我們這些小和尚說 今天齊中考 幹嘛 上台講話 我們出家很久在訓 出家就是要能夠表達佛法 讓大家看你有沒有進步 因為大家供養你嘛 讓你吃讓你住 出家人 那你對社會奉獻了什麼 你對別人奉獻了什麼 這個很重要 人愛我的責任感 別人對我們供養我們 他是希望我們好好修行利益眾生 所以我們要能夠讓大家了解 所以每個人都要有這個責任感 所以大家一起念 來 從佛教的觀點 要怎麼樣才能健康少病 嚴年益壽呢 根據因果循環的道理 也可以歸納出一些養生保健之道 太重要了 那醫生突破事 還要留下來 這道理不一定了解 這是很可惜的地方 每個人都要健康長壽 所以我們要知道 第一 來 逆一下 一 如何能得到長命的福報 要長放生 愛護一切生命 護身得長壽 吃菜 奉心 救生命 護身緣都可以 像我們大貝林 螞蟻很多 蚊蟲很多 蚊蟲很多 我們要布施東西給牠吃 下午還要放生 等等 想盡辦法 所以各位要一定要去救生命 愛護一切生命 這個叫行為反作用力 你聽牠的生命 就是要聽牠的生命 但是我們菩薩做這個為了什麼 為了悔用的眾生 不是為了牠自己 我們放生 願大家都健康長壽 這樣說得更大 我放生 希望我們老爸健康 還是有功德的 功德力小一點 第二 如何才能減少生病 要供養三寶及父母 並且向生病的人 不施藥物 供養三寶 讓白母開心 照顧白母的身體 那是讓人比較健康 善有善報 那你就會健康長壽 又把這個功德回向給眾生 都健康長壽 所以第一 要放生吃菜 第二呢 要供養三寶 白母保持藥 第三 為什麼會容易生病呢 對父母 聖人 無理 或是讓父母 和聖人的內心 憂愁煩惱 遇生氣 遇怨恨人 遇嫌棄人 以及不恭敬賢聖人 父母等行為 除了會讓人外貌難看 氣色差外 也會遭感到身心變弱 容易生病等果報 所以各位 我們今天有辛苦 為了來 白母生我們 養育我們 叫這個辛苦 所以你對白母沒有優好 沒有優好 就一直發病 所以我現在 我剛去日本回來 我就有一點發覺 導遊也給我講 現在日本的病人越來越多 老人院越來越多 醫院越來越多 但是呢 病還是越來越多 我說 你問我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日本 醫藥醫學這麼發達 會這樣呢 很簡單 現在日本人的觀念 就把老人送到老人院 沒有要照顧 因為年輕人要上班 賺錢 所以老人家的身體 就丟給老人院 他這樣 他怎麼會健康呢 他沒有親自服侍老人的身體 以為花一點錢就可以解決了 然後老人院就靠電話來說 翁星啊 就回去辦辦 很快就給他辦完 骨灰就給他放著 繼續忙自己的事情 所以各位呢 這個人為什麼要打扮呢 就是對白母 對性假 什麼意思是 師父啊 有土地的人啊 老黑心啊 無力 讓他很痛苦 身心痛苦 或是讓父母 還是性假 累心裡面歡樂 所以各位 你給白母 給中假歡樂 你一定不好 一定身體很壞 所以各位 無論如何 一定要讓爸爸媽媽 讓長輩 想到我們 內心很歡喜 隨時 打電話給他 隨時 對他產生很大的感恩恭敬 你千萬不要 說一句話讓你去死 各位特別注意喔 做人家 媳婦的 不要去氣婆婆 不要故意讓這樣生氣 特別小孩子 小孩子呢 有時候不懂事 讓爸爸媽媽很生氣 很煩惱 那你就很容易多病 而且沒有福報 所以呢 真愛想起 真愛萬分別人 那是氣陷別人 無尊敬 現實性假 別無行為 讓你外表的生日很壞 各位 我們做老婆 老婆 煩惱兒子 民眾咳起來 不用煮 不用煮 做老蘇的人 學生不聽話 亂七八糟 老蘇也臉很壞 所以呢 你如果這樣做 阿伯你臉很壞 外表難看 氣色不好 臉色蒼白 而且呢 心心 身體會變差 心靈會脆弱 猶豫症 睡不著了 容易生病 喔 各位 這道理好壞 很簡單 很重要 好 所以希望各位呢 要跟大家說 你們家的一隻拼 把他塞在那裡 要健康 長手嗎 把他塞給他聽 要放心 要給小命 要保持好 要尊敬老大人 要給別人 要保持好快樂 這樣你就健康 外表水 氣色好 幸運 只要自己跟別人說 雖然別人看就是為自己 但是對你來說是為重心 這樣 不要笑人家自私喔 我們慈悲比較重要啦 但是希望各位這個道理人 現在每一個人都要研究身體的事情 要怎麼身體快樂 要怎麼比較不痛 但是最基本的 我們要知道 第二句話 所以佛經這句話很好 大家唸一下 來 有慈悲心者 償命 有忍辱心者 行喪 好殺身者 短命 多病 這個古時候啦 佛菩薩的記憶 很簡單 要讓我們背 那些以前的人都做出歌 都要穿 然後呢 教法都流團 在相前 以前沒有麥克風 沒有電視啊 就靠著寄語 然後做成寄送 騎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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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阿公說給孩子聽 老師說給學生聽 然後傳遍整個地方 那我們現在 空便啦 但是因為方便 傳的反而不大 那希望各位要 要有一個佳寶神 要熱心 佛菩薩 我們修菩薩道 要有一個信心 跟熱忱 對三寶 對師父有信心 然後對三寶 要很熱忱 對眾生很熱忱 我要趕緊跟你講 第三個 要有一個 永不退轉的菩提心 不管怎麼樣 我要一定要 我一定要 要提交付法 要讓眾生成功 要具備這三個心 來 對一下 信心 熱忱 鋪力心 這是基本的三樣心 一個好好的人 退把 酷酷的 道理聽聽的 又睡著 這樣 又平安跟人家說 那你就變成小蹭 什麼 道理都聽到 但是你不開口的 你不願意跟人家講的 所以有些 我師父給我交代 很多出家人 讀了佛學院 經常研究佛法 但是懶得跟人家在一起 懶得談佛法 這樣就不慈悲了 他變成一個佛法的壟斷者 這樣自己會不好 出家人 要很慈悲的 雖然懂得不多 但是有熱心 很熱心 簡單的道理 要跟人家講 所以 他說 有自比心的人 重命 這就是說 贼索心 奉心 救命 所以你一定重命 有忍入心的人形善 後來要把旁邊的人說 你看我這個臉 是善良人的壞人 漂亮沒關係 哎呀 你這個人 慈眉善眼 聽得懂 很爽 收了不錯 哦 你這個人臉像菩薩 哦 收了不錯 不是實在 是外表善良 慈悲 為什麼 你有這個自比心 所以不但自比 還不可以萬分想給它沾住 所以修忍入 向端正 就這個意思 人家不會怕你 再來 好殺生者 短命多病 講到這個我們就非常的痛苦 有非常傷心 為什麼 這個時間 真的是每個人都認為殺生是正常的 以前我們又沒什麼跟台 現在變台變正常 所以希望各位 發揮各位的影響力 跟你的家庭 跟孩子 跟老師說 跟學校長說 跟這個社會工作的人說 叫他們十三 要怎麼應用 動物的可貴 生命的可貴 尊重生命 不然每個人都得命 到病 大家就會很痛苦 非常非常的痛苦 浪費社會資源 再大的醫院 再多的藥 有時候都沒有用 只能不要殺生 最重要 所以 這次去日本 我早就講過 那個導演說 日本人 下班就是喝酒吃海鮮 海鮮喝酒吃完 我們就要洗河浪 洗溫爪 這就是日本人的生活 然後 慾望就很強 我想 海鮮 拜託 每個人都要做魚 你吃魚 還要洗河浪 每個人都要做魚 殺生 墮落地獄 如果好高難以淫慾 那要破五戒 喝酒 破五戒 殺生 破五戒 邪淫 破五戒 雖然這個社會很進步 日本社會 文明很進步 但是 基本的道理不知道 哎呀 為了要追求快樂 就一直在製造痛苦 所以各位 這就要靠我們大家 很努力的 不斷的 把你的家庭 家庭親戚朋友 把它拴揚 讓他們知道 這樣 你就是主婢 看著他們 當時有 看老婆 你很快樂吧 第三 念一下 所有的痛苦 疾病 及障礙 都源於眾生的貪念 憎恨 執著 愚滅 與嫉妒 最有效的治療 是先醫好 我們那生病的心 破五戒有兩種 辛苦的破五戒 再來呢 心理破五戒 心破五戒才能夠 辛苦破五戒 你心如果健康 也辦法超越辛苦的破五戒 所以 一切的痛苦 從來 痛苦的破五戒 時間的障礙 都是我們自己造成的 疼的念頭 所以佛陀教我們 要保持 受不儘管才不會疼 第二 千分萬分 保持的念頭 這樣可以 所以佛陀教我們要忍辱 手足鼻 斷獨 清貴心 第三 接著的念頭 什麼叫做接著 明明會派起的問題 明明會變化的問題 明明沒有永遠存在的問題 他都認為這是永遠存在的 愛情 事業 健康 生命 這不可能永遠存在 但是 我們沒有了解 這世人變成要死 我要投資 我要賺大錢 結果 最後 還是要墮落三個島 這個叫什麼 執著 執著 執著就是 會變化的 會派起的問題 你認為 它不會變化 不會壞掉 就像 很多女生 天天化妝 你覺得越壞越年輕嗎 但是 沒有壞不行 這變成一個習慣 這個就是一個執著了 你每天一直跑步 一直跑步 難道你就會 越健康嗎 好像越健康 但是基本上 還是慢慢下去 最後 還是要墮落 所以各位 有時候 學會 第一 一定要有信用 就有信心 第二 就要有遞毀 遞毀到來 無人熟悉 要聽 歡喜 要去了解 你要知道真正的目的在哪裡 認識自己 認識真理 才不會執著放不下 再來愚昧 就是愚痴了 知道啊 但是不想去思考 嫉妒 就是一種比較的心態 所以 這叫貪嗔吃慢愚 等等 這會製造所有的痛苦 所以各位 會以備